台北的黑音計畫 到底在黑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離譜 那自己說你自己人家拿 你的家裡為什麼沒有放博士論文等等 那就好像我如果在路上 郭慶純是台東人 他舉重是拿到冠軍 那我你家沒有放那個 槓鈴 所以你不能證明你是郭慶純 我覺得這是很離譜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台灣的 選舉當然充滿各種可能性 但我們要討論有意義的事情 在這件事情上 最有權威的政經學院 民校他已經出來說明了 說這個就是他們的校友 他拿到了博士 他拿到我們給他的一個博士的學歷 郭龍斌也自己講了說 在民國73年那個 其實不是民國73年 我們國家無論怎麼政黨輪替 我們在聘請教授 或者在審查資格這部分 我相信他都一定根據非常嚴格的程序 跟SOP來做審理 所以郭伯尊 郭龍斌 郭龍斌 郭龍斌市長那句話 其實我的解讀是這樣說 你們如果要講這件事情 根據我的經驗來講 可能性是很低得 應該是很嚴謹的 但是如果你們要講 我提醒你們 避免法律問題 所以你們要在 言論免責權底下講比較安全 那我在建議這些國民黨的立委 如果你認為這件事情 你那麼高度的質疑 那你應該公開拋棄言論免責權的 這樣的大傘的保護 你勇敢的你收出你的質疑 然後我們很多東西就是說 可以到法院去來做一個判斷 我覺得不要不需要躲在 那個言論免責權這樣的大傘底下 然後去做那種扭曲跟抹黑 我補充一下 因為有些人覺得 所以論文為什麼會不見很奇怪 全台灣最多期刊論文放在哪裡 國家讀書館 我在裡面打工過 我就是幫忙大家調論文的 那你論文大概分兩種 有些在外面開架一樓就可以拿得到 有一些你要寫單子 它裡面有一個保存系統 然後像我這種那時候的工讀生 就會拿那個單子去拿那個論文 那為什麼論文會不見 你只要不小心放錯一本論文的話 他就要進入大海裡面 你根本找不到 因為你上面是沒有GPS追蹤的 我當時就有同學這樣做 我覺得非常可惡 他故意接了一本論文 因為他想讀 因為他不想被人家借走 他故意放錯地方 他自己知道 然後他就想 他過了明天 因為那個時候 根本沒有別的 就每天要佔位子 然後再去拿那本論文出來 然後別人都找不到 他也不借 他如果借回去別人找不到 因為那個位子一直沒有還 一直沒還 誰也找不到 這非常非常 論文找不到的理由太多了 不過蔡英文總統手上是有的 要不然他怎麼會寄一本回去 對 我的意思是 原來那一本Original 陳水扁 陳總統只是呼籲說 你為什麼不在台灣公開 其實這都不是國民黨呼籲 陳水扁跟呂秀蓮 都不會是跟國民黨串好的 他們的呼籲也很合理 你為什麼不能在台灣公開 讓他們評判一下呢 這個是兩位 一個政府 兩位政府總統的呼籲 我不反對 我一點都不反對 他公開就好 他公開就好 他就開個結論文 拿個論文給大家看一下也好 我現在國內有沒有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是覺得 蔡英文如果被質疑 你自己去調用那一本書 他可能就是那一本了 因為博士論文 我今天不是說 我當時總共只印了四本呢 我當時只印了四本 交給學校 我自己帶了兩本回家 然後帶兩本回家 然後專門拿來申請的時候 就這兩本 我今天沒有大量的印證 二十本 三十本又一直用的 那兩本一直說 你如果今天叫我在國內 找那兩本 就一直發回給我的 發還給我的 我是不是在我哪個箱子裡面還有 在書架上還有 我都懷疑 這個你真的不要以為 那麼在意那個博士論文 博士論文 因為我們博士都已經拿完了 都已經交出了 我還把以前三幾年的錢 把它當寶貝一樣的看 我不會的 所以這個蔡英文手上還有 沒有一本 是不是他當時有 就剩下那一本寄回九輪的學院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同意主會講的 如果他手上還留有一本 你就把那本拿給大家看看 對 可以 那我一點都不反對 因為沈隨便想看 你就讓他看一下 讓他當作自癒的一種工夫 那楊老師 有人說內銷轉外銷 這是來自於徐永泰教授 在聯合報海外的世界日報 他所提出的這些質疑 他包括說 在整個借閱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麻煩 可是我看他限制的部分 以我大概最近 大概兩三年前吧 我記得我到Stanford大學的時候 我特地走了一趟胡佛研究所 那我對胡佛研究所裡頭收藏 這個蔣仲智日記 我非常有興趣 我去借 其實我去借的時候 他同樣其實規範 跟現在這個徐永泰老師 所指引是一樣的 第一個你就是不能夠copy 不能拍照 然後甚至在現場裡頭 他的一個嚴格限制 幾乎跟政經學院 在借這個博士論文是一樣 然後他還主動 他希望你不要用你自己的筆 他現場有一大串的鉛筆 就給你 我相信都是在極力保護 他們認為好不容易 那有的這種善本書 或相對比較寶貴的一個資料 所以呢 這裡頭質疑的是相關教授 有什麼特殊背景嗎 那楊老師你了解 我不認得他 我也沒有辦法對他評論 可是他做的那些 讀人家論文的評論 我相信我讀出一種態度論文 我也可以寫出一大堆評論出來 這沒有意義的 你去質疑人家的論文 更何況你根本不是那一行的專業 他許永泰是念俄文 畢業的到牛津大學 拿國際關係 他跟這個財經法 根本毫無連結 他怎麼去評價人家的論文 哪個地方缺漏 哪個地方補呢 他沒有辦法 他過度去形容那個 他如果真正要找好的圖書館 我的母校比勒菲爾大學的圖書館最好 24小時 你可以多在裡面睡覺 而且全部開放式 沒有填表格有一些 就像剛才這個朗東所講的 有一部分的書是要填借書單 然後找專人公讀生 到裡面去拿出來給你 都沒有 我那個母校是全開放 而且各學院連結在一起 你可以在裡面跑一天 那你為什麼不知道 LSE不是這種學校嗎 每個學校狀況不一樣 你怎麼可以去怪人家的學校 可以這樣子限制 那樣子限制 在我們學校沒有限制呢 對不對 你讀的牛津大學 可以跟我們畢勒大學圖書館 能夠比這麼公開嗎 這麼開放嗎 當然沒有嘛 小薰 我要補充一下 其實那個教授所做的 這樣的評論是兩面刃 他也是技術上去證明 這本論文是有所本的嘛 他看過 但是我覺得某些教授文人相親 你要去做訓估學跟考古學的動作 我也不反對 為什麼 這證明了 調一下書來這叫做 蔡英文的論文 郭公下午 還有三室渡和 這兩個成語什麼意思 就是文件脫落不齊 編排有些問題 包含著著腳的格式 不符合學術規範 或是在簡介的部分 還有最後 你要把那個文獻去做一個整理 也不完整 其實說幾句話難聽了 我很認同姚老師的說法 我以前寫過博士論文 我以前口試過別人的碩士論文 誰才有資格講這話的 只有指導教授跟口試委員 才有這樣的話 請問這位教授 你是蔡英文的口試委員 還是指導教授嗎 否則呢 我也要認為 蔡英文應該要感謝他 你間接的或直接告訴大家 這本論文是存在的 那麼還是要強調 我剛才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去 輕呼喜樂島這些成員的責任 你搞了半天 你的有所本事又是什麼 一路以來 你先說學歷不存在 退而求其是說論文不存在 現在說論文造假 抄襲 到後來任性的說 這個論文就只有殼跟封面 沒有內容 對不起 這是一個有公信力 有質感的這種質疑的方式嗎 搞了半天就是一個惡流的寫手 你怎麼可以告訴大家 惡劣邪手的烏龍爆料很真呢 所以我剛才說 我還甚至 我也可以反過來質疑 你們是蛇鼠一窩 或是你們是串通好的 否則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 品質的爆料內容 第三條說什麼呢 每個人要不要公佈自己的 博士論文 那是他的自由 那是他的權利 我已經告訴大家 我有畢業證書了 至於我不公開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就尊重當事人 只要尊重當事人 也許因為品質不佳 或者是當初發現假設錯誤 我當年做了一些研究 跟現在是有落差的 這都是原因跟理由 可不可以尊重當事人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在質疑這些學歷的人 應該要去想到的 是 把鏡頭要給溫朗東的同事 我先請教是年化 你剛剛有特別提到聯合報 你說蔡英文被質疑 他的學歷造假的問題 在2012的總統大選 曾經被質疑過 還被聯合報給更正 那問題是聯合報在今天 他是以社論 以社論 蔡英文的論文五大疑點 光提告是無法適宜的 那為什麼呢 可能寫社論這位主筆 可能比較之前吧 忘了他們2011年 曾經做過相關的報導 我今天是沒有帶來 2011年其實聯合報 有曾經做過相關報導 說蔡英文那個學歷是真的 當然他不會太好心 但是至少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也不用那麼麻煩到倫敦 因為政經學院 在台北有一個辦公室 你如果不想到倫敦去問 你就打電話 到台北辦公室去問 聽說我聽說台北辦公室 那個負責人 最近這幾個月來不堪其擾 他說你們有完沒完 一個打完 另外一個又打來問 我跟觀眾朋友講 倫敦政經學院 是全球排名第44名的學校 它是非常好的學校 如果你們還有任何人有懷疑 我真的建議你們 直接請律師到英國去告 倫敦政經學院發假學歷 這樣比較快 你不要再去煩人家台北辦公室 因為這個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 父母親 親生父母親講說 張宇潮就是我兒子 結果他在質疑說 張宇潮那眼睛長得不太像 嘴巴也不太像 這可能外面偷生的 你可以搞到這種程度 我覺得真的是太low了 他們不敢告LSE 告LSE在法律上這是誣告 這開什麼玩笑 他們可以隨便講說我 他如果講得這麼有把握就去告 他們可以大膽的講我懷疑 他們現在就是 國民黨現在不是只能撿這個槍嗎 因為之前每次 要檢視蔡政府的時候 總是都被韓國瑜 自己神救援走了 之前不是有曾經濕焉案 跟300萬的案子 這個都沒有討論到一個結果 或是一個明白的時候 那兩次哪一次 不是韓市長自己又自爆 然後自己口誤 我講了什麼事 然後他就救了這整個案子 所以他們現在找不到 其他破口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就是說 看到這個獨派的大佬們 在質疑這個學歷案件 然後他就跟著一起說 那我撿到槍 可是其實他這樣子的一個質疑法 確實是滿弱的啦 滿弱的 但是我也是要跟 就是蔡政府這邊來講一下 就是說 其實如果說這是一個2011年 就已經存在的案件 那今年又再被翻出來 顯然當時他的這個陳述 就是他要說明 是不足以示意的 那我這樣講啦 就是說蔡英文在這個八年前 她有講過一句話 她說作為總統 可以講清楚的事情 應該要說清楚 那不需要用訴訟的方式 來證明什麼事情 那我覺得說如果就是說 這個論文確實是存在的 然後學歷也不需要質疑的話 那蔡總統應該要在一個 就是比較適當的時機 適當的場合 那好好把事情說清楚 解釋大家的疑慮嘛 不然這樣一直 講得很清楚 也講過非常多次了 但是顯然那個疑慮 都還一直存在 顯然想要製造疑慮的人 他不停下來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 還有最先 我可以看到韓國瑜的社團 的韓粉要求公布電子檔 那我還是要說 在那個時候沒有數位化 也沒有地方給上傳 哪來電子檔 所以我都覺得這就是平靜時空 他們不要紙本 現在因為有人去看了嘛 說放出封面了嘛 所以我現在要求更高 我要看電子檔 但是看起來來自於四面八方 你看國內有聯合報 包括聯合報的海外 世界日報也有人投書在質疑 所以英國的政經學院主任 這個施芳龍他開砲了 你們在影射我們是野機大學嗎 來 問郎東 你說我先延續宇小老師前面講的 剛剛那個部落客Richardson 我去查了一下 他在四月之前 還跟台灣民政府的人 有在那邊合照 合影牛內 參加很多台灣民政府 那台灣民政府的活動是什麼呢 2017年的時候 就被許多他們自己的 所謂的州長被告他詐欺 因為他號稱說 你花錢買一個他們的身分證之後 你就可以免簽進入美國 所以被告詐欺了 所以這個說蔡英文 沒有論文的部落客 他背景是這樣 而他是不是被有中國因素 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我們中華民國國安團隊 跟很多國情資顯現出 這個習近平他目前有一個 預算無上限的台灣借選 就介入選舉的計畫 包含說邦交國打壓 軍事還有觀光客的這個撤走等等 那這個計畫當中也包含說 未來像現在進行中的吉爾巴斯 也其實在局勢會被挖角當中 那包辦媒體這塊 其實也是有的 那首先來看 這個這個胡佛報告 他做了一年半 只有32位研究中國問題的 這個學者聯合發表 網路上可以找到他完整的 一個電子版 然後可以看他的內容 他強調是什麼 他說目前的中國對美國 連中國對美國都有企圖心 認為他是控制美國的中文媒體 扶植中共國有的媒體 或者是說持有股分 或者是說影響他們在中國的 一個商業往來 影響他的獨立性 裡面舉了一個例子是什麼 世界日報 他背後的集團就是UDN聯合報 他說到說報告指出 跟中國直接有關係 中國媒體 這個他過去 世界日報 他曾經還報了一些 中國民運人士被關 被囚禁的事情 結果近年來這些都消失了 這些新聞都沒有了 還包含我們在節目上 多治桃的多維 就余拼海要搞雙子晶的那個 他說這個中文網站的話 也確實裡面有非常多 中國政治局的這個涉入 然後裡面的這個 就表示說中國透過媒體 都會買股份 拉攏記者等等的 所以有趣的事情來了 剛剛看外交的問題 這是中國打的一個手段 這個網站在哪裡 大家看到聯合新聞網 你以為這是聯合新聞網嗎 不是 這是環球網 這個背後是人民日報 是中國黨政直接控制的報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直接下一個標題 蔡當局外交事故頻出 台媒批笨蛋問題在兩岸 這個台媒是誰 聯合新聞網 內容是什麼 重磅快評 他說這個台索斷交 可能會有持續的這個跟進 來源在於聯合報的這個竹筆試 那竹筆試到底是誰 據我所知就是一些青藍的學者 其中甚至有一些 跟韓國瑜有在複銷合作跟站台的 躲在這樣的一個媒體底下 然後開始對台灣目前的 外交關係在唱衰 我們不盡要懷疑 這是不是在中國目前 借選計畫當中其中一環 透過媒體出口轉外銷 外銷轉內銷 使得台灣人對目前的政府 外交上失去信心 但是人而在網路上面 我們也會看到是說 其實大家對於蔡英文 目前那樣的一個堅定 溫和的態度 其實報紙是肯定的 好 多份的民調如果都呈現 蔡英文總統是大幅領先 韓國瑜的狀況底下 一場 這是另外一種境外勢力 跟內部勢力的聯手 就是要拉下蔡英文總統嗎 是不是真的是付費受敵 因為內有黑鷹計畫 外有習近平所主導的台灣借選計畫 Gazs